设计,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情境设计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单元 它是平凡中开出美丽的花朵 那我们先把今天的主题点出来 我们要请大家写的是 碎末杂感 大家可以先偷偷翻一下 老师上课习惯会先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那这样子我们在上课过程中 你可以根据老师上课的内容开始截取 自己待会想要写的东西 那碎末杂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呢 像这样子的文章它是指一年快结束了嘛 你看下礼拜,其实这礼拜就要过年了 对不对,礼拜天就是小年夜了 那在这一年里面,可能你是国医生 你才刚经历了整个国医上学期的摧残 对不对,从小学到国医这段时间 你可能也有很多疑惑 你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你要上这么多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 那甚至会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对你的态度 跟对国小的时候不太一样 然后开始会注重自己的人际关系啦 或者是在学校的这个状态 对不对,甚至会在意老师给你的评价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啦 那到了国二,国二下学期这个阶段 也许你的心态是 有一部分的学生会产生一点疲态 他们会觉得国中这个阶段念这么多书 真的有用吗? 会开始产生一点怀疑 那尤其是如果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是很明确的话 你会觉得国二是一个既有点想要念书 可是呢,又看到旁边的同学 好像也没什么念书的紧张的感觉 你也想要跟着一起玩 那当然有的国二生 到了国二下学期就已经知道 国二下学期的第一个寒假 就可以开始准备复习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那种目标很明确的人 就知道会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门槛 好,那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我们都要在这一篇文章中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样子的文章该怎么去写 才会有意义呢? 我今天先让大家了解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是 可以跟同学做个小小的分享 是他好像出不来 等我一下 它叫做一个叙述文 该怎么样去把它写好 今天会教大家一点小小的技巧这样子 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我会尽量的让同学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可以放到你们的作文题目里面去 那这么做的目的是 很多同学他其实会写文章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写 才会写得很好 而且或者是写到往五级分六级分的方向去 那我在课堂上会跟同学分享一些小技巧 让你明白说 怎么写才会漂亮好看 好,那先让同学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老师帮同学整理出来的 它叫做事官查则法 什么叫事官查则法呢 等我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点好 首先,我们今天的作文 它是碎末杂杆 所以它很必然的 一定要你描写出一个事情 如果你现在手有空的话 可以稍微抄一下它的关键 我们最后会把这个东西再留给同学 就是一件事情该怎么去描写它 会比较好 很多同学国小的习惯是流水障 对不对 早上吃什么 中餐吃什么 晚餐吃什么 有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 对不对 好,那要怎么写比较好呢 第一个 具体一点 你通常会看到老师给你的评语是 能不能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用代名词去写 今天又那样了 今天又这样了 对不对 我每天都上厕所 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 这个就流水障 那如果你把明确的名词跟动词写出来 那不要用到代名词 会比较具体 所以如果你是写作习惯上 不知道怎么去找重点的 记得 待会写作的时候 把一件事情 尽量的 快速的 精准的 描写出来 好 那再来第二个 从低潮或高潮写起 一件事情 你记得 从低潮开始写 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你们都有听过 其他老师 可能有像留言老师 他就会讲 他讲的方法 是换个说法 他就变说 开低走高 什么叫开低走高 今天你在文章的一开始 在第一段第二段 就让文章的气势下沉 是一个比较沮丧的氛围 可是呢 你在三四段的时候 用转折的方式 把它往上冲 你的心境发生转变 那个文章的结尾就会漂亮 那个叫开低走高法 好 四个字你放在心里面 那我先不讲那么专业的东西 我就跟你讲 从低潮开始写起 你不要按照时间顺序写 你可以先从低潮写起 比方说你今天 遇到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假设好了 家里面有人过世 你不要给我写说 今天假设是你的阿公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中风还是什么样的 他就走掉 你不要说 大家就围在他的病床旁边 为他摸歪三分钟 阿公希望你赶快醒来 就阿公真的跳起来 像植物人一样这样 这有点太地狱梗不太好 我上课有时候会标点地狱梗 你要先 你要怎么写比较好 你不要照时间顺序写 你要写的是 在那一瞬间 心电图停止 起伏的那一瞬间 我在写作文 所有的人围在病床前面 默默的流下眼泪 这叫开低 什么叫走高 然后你就开始写 在这件事情前几天 大家还在疯狂的 为外公的什么 什么什么 为他的那个医疗事情奔走 结果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对不对 好那把这个过程 用倒序的方式写完之后 你在结尾怎么写 结尾要怎么写才会漂亮 虽然经过这一次生死 这一次死亡的经验 但是很感谢外公 用他的死亡 为我们上了一堂课 他告诉我们生命呢 肉体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精神可能是无限的 开低走高法 文章的最后就这样写 气势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开高走低 但是记得最后要拉回来 开高走低比较危险一点 这个技巧 同学可以试着用用看 其实你先把最高潮的那一面讲出来 比方说你要描写 你跟爸妈之间的吵架 你要不要先写原因 再写吵架 再写结果 不用 你先写吵架最经典的 那一瞬间 而且记得 用动词或动态描写 或用声音开头 比方说 你文章开头 不要给我写起承转合 你就用一个引号 就一个引号 然后写一个 就写这样子 你跟妈妈在吵架 对不对 你就写一个这个啪 这样子 那这个啪是什么 就一声响亮的巴掌声 就拍过来 用这个开头 动态开头 高潮开始写起 这样文章就会 读者就觉得 好棒哦 是什么事情 是要啪几次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他就很有兴趣想要往下读 尤其像我这种人 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开玩笑 那我们再回来看 这是事情的描写方法 给同学做个参考 建议 然后再来是观 观的部分 你要去观察 它的细节 就是它的用字潜词 够不够精准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今天你要讲 你可能在这一年中 你可能受过伤 那你要写受伤 我问你 受伤 它是范围大还是范围小 范围大 那你要怎么写 比较具体 比较精准 你可以这样写 你可能跌倒了 有没有 你要写夸张一点就有了 你们开始会了 血流如注 这个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与其用受伤这个词语 不如你把受什么伤的动词写清楚 这两个就有差 这样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待会你试着在你的文章中 做这个训练 也不用说一次做到好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课堂上 就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大家就尝试写写看 因为作文就是要练多才会进步 好那再来是第三个 第三个你要记得 感受很重要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 你记得会考的作文都是这样子 他会希望你自己对于这个事情 你要说像很久以前 不是有什么轻盈共居吗 对不对 什么我看歪幽油桶 什么漂流木的毒板 很多考题 还有最近这几年的东西 你都会发现 大考中心要求现在的国三生写什么 他要求你 要求这些国三生写出自己的感受 这个感受要跟社会中的议题有所连贯 这个叫做觉察 你自己的感受 是你自己的东西吗 还是你有对这个社会产生一点关心呢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写 你不要说我现在很生气 不用 写这个是老套 不要写很生气 你要怎么写 我全身都在发抖 为什么 因为我很爽 不是 因为我在生气 气得全身发抖 眼睛脏红 眼睛充满血实 脸脏红 你用具体的身体变化来写 自己的情绪 我这上课 我都会跟同学讲 有时候你文字要好 那个细节蛮重要的 我们今天从细节开始讲起 让同学有一个方向 那再来最后 你整个这样一路往下走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 叫抉择 抉择是指 你在这个过程 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写的是 睡末杂感 你可能发生过一件事情 你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那在这个感受结束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选择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不对 比方说今天你一样遇到一个亲人过世 那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你对生命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怎么样抉择 你看了他这样走掉 你会选择继续浪费自己的生命吗 还是选择善用自己人生中的每一天呢 这是抉择 这是大考中心要看的 能不能从一件事情 有所成长 记得国三生的作文 成长主题一定是必要的 掌握住这些原则 你们的作文就会分数越来越高 好那我们把简单弄成四字诀 就是事观查则法 待会大家也不用觉得压力太大 你就是尽量的去完成这些东西 让大家放轻松了 好那我们从这几个原则 回来看今天的范文 你就会比较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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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